新北三峡有一位国中女老师 日前她被邀进诈骗集团所成立的虚拟货币投资群组 一开始她还真的获利4400元 决定加码投资32万 后来发现自己的户头被归零 这才惊觉被诈骗 报警寻求协助 由于她太过生气了 特别准备了2000万元的名指 与警方将计就计 与车手相约素食店面交 最后顺利逮捕了诈骗车手 来警察 来 等下 包包拿下来 变警察锁定目标 见准时机冲上前歹人 男子立刻被团团包围 显得有些惊慌 手帮头上 不要动 人警大声呵斥 要他别轻举妄动 警方大动作埋伏围捕 原来这名男子是诈骗集团车手 和被害人相约面交 只不过本该拿到手的现金 其实是 打开纸袋 原本的百万纸钞 竟通通变成千万名指 原来警方早已和被害人联手 事先串通 在新北三峡一间素食店内 埋伏带车手 这名22岁的黄姓车手 原本在台南打零工 7月初加入诈骗集团之后 协助提领赃款 诈骗金额高达数百万元 而这回受害的是一名国中女老师 日前加入一个投资群组 群组的人鼓吹她投资虚拟货币 一开始真的赚到4000多元 接着对方又继续邀她 投资更大笔金额 双方第一次相约在永和 交付现金32万元 但后来女老师回家后 发检户头归零 财经局上当受骗 立刻报警 一位遇到财神爷 殊不知对方根本是恋财鬼 被害人气不过拿名指报复 先犯恐怕万位没想到 利用假投资老梗诈骗 凡被摆了一道 最终人赃巨货 浪费落网 解另一位成为小杨新北财富播导